今週三,波音公司的聲製航班終於發射成功 將美國國家航空機太空總署的兩名太空人送上太空 這次輯行太空任務的兩名太空人 是布奇、威爾、莫爾和蘇尼、威廉士 他們搭乘的波音聲製航班從佛羅里達州發射基地 升空半小時後已經進入軌道 預計25小時後會進入國際太空站 進入國際太空站後,他們將會在那裡停留一個多星期 做各種檢測和修正工作 然後計劃在6月14日乘搭聲製航班返回地球 由於波音公司太空船的缺陷 聲製航班的首次載人發射被推遲了好幾年 在這星期三成功發射之前 兩次發射前的倒數計時都臨時叫停 太空人威爾、莫爾和威廉士 在聲製航班發射前反覆強調 他們對波音公司的成功發射充滿信心 由於軟體問題 波音公司的聲製航班在2019年 首次試飛時沒有搭載太空人 2022年的重新試射取得重大進展 但後來又出現降落山問題 星期三發射是由5月初以來的第三次載人發射 此前發生兩次與火箭相關的問題 最近一次是在上週末 太空船推進系統中的小量海氣洩漏導致嚴誤 但管理人員認為洩漏是可控的 不是安全問題 10年前 波音公司與馬斯克的SpaceX 一起接到了NASA的大單 負責運送NASA太空人或防返太空站 波音公司獲得了NASA支付的42億美元資金 第二次從卡納維爾國太空軍站發射的塔火箭 是火箭製造商聯合發射聯盟發射的 第100枚Alas-V火箭 中醫院星期二通過了一項懲罰國際刑事法庭的決議 理由在國際刑事法庭日前向哈馬斯 以及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 以及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軍發出帝布令 中醫院的投票結果是247票贊成 155票反對 共和黨議員全部都投了贊成票 42位親以色列的民主黨議員也投了贊成票 包括總統拜登在內的兩黨領袖 都一致譴責國際刑事法庭的指控 美國政府一直向全世界發出的一個重要信息是 美國堅定支持以色列的自衛權 中醫院議長默克·約翰遜說 在以色列為國家生存 而充當以色列以朗代理人的哈馬斯 作鬥爭的時候 他們就向以色列總理和國防部長發出底部令 這種想法對我們來說是不合情來的 民主黨的反對者認為 雖然以色列有自衛權 但以色列政府拒絕了拜登的停火呼籲 無視美國政府對進攻拉法發出的紅線警告 並且反對白宮所掌握的兩國解決方案 此外,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以來 以色列的軍事報復行動已經在加薩地帶造成了 3萬5千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都知人們指責內塔利亞湖 在限制平民傷亡方面做得太少 同樣的指控導致國際刑事法庭最高檢察官 建議對以色列人提出戰爭罪指控 由德州選區的共和黨國會眾議員 切普洛伊起草的這項決議案 將對國際刑事法庭的官員實施旅行和金融制裁 不過這項決議案在豪賴程度上是象徵性的 因為美國既不承認國際刑事法庭 也不認為美國屬於其管轄範圍 在對待以色列關係問題上 國會民主黨內部存在分歧 堅定支持以色列的民主黨人 支持巴勒斯坦的自由派人士 在一些議題上由分歧升級去到衝突 後者對加薩地帶人道主義危機 及死亡人數的不斷增加感到憤怒 眾議院現由共和黨的密克約翰遜擔任議長 上星期五 國會兩黨的四位領袖正式邀請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 到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 內塔利亞胡也因然接受了邀請 接下來就是美國國會安排他的演講時間 調查發現 洛杉磯國際機場是國際走私毒品的景點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每年過往的旅客約有8,000萬人次 大約5萬名工作人員每天要服務數十萬名旅客 同時也要處理數十萬件行李 機場安檢相當嚴格帶有重大漏洞 而這個漏洞剛剛好就是毒品檢查的梳漏 所以國際毒品走私集團就可以大搖大擺地 堂而皇之地透過 洛杉磯國際機場向美國境內 源源不斷地輸送各類毒品 在旅客行李的毒品檢查方面 洛杉磯國際機場可以說是三不管地大 第一,聯邦運輸安全局不管 第二,國際機場警察局不管 第三,國土安全部也不管 由職責測毒的聯邦測毒局 和聯邦調查局雖然在查測毒品方面 起著一定作用 但各部門之間的銜接相當鬆散 中間環節的漏洞已經被國際毒品 走私集團充分利用 聯邦運輸安全局 洛杉磯國際機場安全主管 傑森潘塔吉斯說 我們的搜查限權非常狹窄 我們搜查武器、燃燒彈和爆炸物 搜查毒品不是聯邦運輸安全局的工作 我們不是執法人員 我們是交通安全員 洛杉磯國際機場警察局長 蔡西爾南博子春 機場警局的主要任務和職責是監控 到導師到暴力的攻擊 再到違規停車 當然也包括販毒 但是機場警局不包括檢查行李 因為那是運輸安全局的事 聯邦緝毒局在做些什麼 聯邦緝毒局 洛杉磯分局特工馬克·艾倫說 他們的工作都是調查性的 是在毒品道洛杉磯國際機場之前就阻止他們 檢查行李不是緝毒局的職責 聯邦調查局在緝毒方面的作用 用於嚴格管控機場工作人員 嚴禁他們利用工作之便 將毒品偷運過檢查站 如果在飛機上發現有人攜帶毒品 聯邦調查局自然有權執法 但提前是倉門已經關閉 如果飛機的倉門還是打開的 那就需要由機場警局出面執法 聯邦調查局特工大衛蓋茲說 這個很複雜因為這個機場太複雜 國統安全部安全調查局的 約翰帕斯丘科說 他們每日有大約40名特工 註冊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但這些特工的主要任務 是關注國際毒品案件 與緝毒局一樣 他們的重點是調查 而不是檢查行李 責任有歸屬分工很明確 但就是在沒有人檢查行李中 是不是藏有毒品 即使在機場時常會提起 都訓練有數的緝毒院 但大多數都專注於爆炸物 因此國際毒品走私集團 組就了解並充分利用這些漏洞 哥倫比亞大學與猶太裔學生 達成和解 效方承諾採取更多措施 讓學生在校園內感到安全 猶太裔學生先前要求法院下令 要長春和盟後 在以下戰爭的校園學潮期間 為學生提供安全進入校園的通道 根據和解協議 哥倫比亞大學必須要為擔心安全的 學生建立一個新的聯絡點 亦即是安全通道聯絡員 聯絡員將處理學生的安全問題 並且透過現有的護送計劃 協調學生對護送的要求 護送計劃必須要在今年年底之前 全天候開放 所謂護送計劃 講白了就是派步標 除此之外 過大和猶太裔學生的和解協議內容 還包括為無法進入校園 完成作業或考試的學生 提供學術便利 和解協議指出 哥倫比亞大學已經採取各類措施 來確保校園學生的安全 包括一些有爭議的措施 例如授權紐約警察局清理大學的行政大樓 並且逮捕了一百多人 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學潮 包括扎刑抗議 引發了全國各地高校的類似示威活動 學生們要求學校和推動以色列 系加薩軍事行動的公司或清界限 在某些情況下 還要求以色和以色列本身劃清界限 猶太裔學生原告的律師傑伊·艾德爾森表示 在極端抗議者選擇用威脅和恐嚇 將猶太學生趕出校園後 談判達成的和解代表著 哥倫比亞大學所有學生回歸校園安全的 基本原則和共同原則 今個星期三 亨特·拜登的前妻和前女友出庭作證 表示在亨特·拜登購買槍枝填表格時 發現他用來吸毒的吸毒管和其他毒品用具 檢察官由此得出結論 亨特·拜登在購買槍枝時 仍然存在藥物濫用的問題 海森林·布爾是亨特·拜登的前妻 他和亨特結婚20年後 在2016年離婚 他們有三個孩子 海森林作證說 2015年7月3日 亦即是他們結婚紀念日的第二天 他在走廊上的煙灰缸 發現了一斤吸毒管 這個才發現是丈夫在吸毒 當他質問他時 他承認吸食了賀卡恩 海森林還說 他在證實亨特吸毒之前 亦懷疑他以前曾有吸毒的記錄 因為亨特被海軍開除的原因 就是他的可卡恩檢測請讓聲 此外 海森林在他的回憶錄 《如果我們分售》中 亦記述了 他和亨特·拜登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 就是他吸毒 亨特·拜登的前女友左依 海斯坦在法庭上作證 說2017年12月他在紐約的一間 脫衣武區樂部遇到了亨特·拜登 在一次的私人會面中 亨特拿出了一隻煙斗 開始吸引他認為是何卡恩的東西 當海斯坦看到法庭上顯示 亨特吸毒、買毒 談論毒品或持有毒品用具時 他向陪審員詳細描述當時的情況 檢察官問他 他將毒品和煙斗藏在哪裡 他作證說他將他們放在袋子和其他地方 例如在太陽眼鏡盒裡 聯邦調查局特工艾里卡詹森 作證說他的工作 是肯定亨特·拜登在2018年10月購買槍枝時 是否存在毒品的問題 亨特·拜登因為2018年10月購買槍枝 而被控犯有三項重罪 他被指控向聯邦許可的槍枝經銷商說謊 在申請表上 說謊稱自己不是吸毒者並非法持槍11天 坐在飛機球等艙裡的感覺並不完全興奮 亦有令人尷尬及不舒服的時候 搭美航空的一位球等艙旅客在社交新聞網站 和討論平台Reddit上發文稱 上星期四他乘坐搭美航班並坐在頭等艙 本來是想享受一路的超級服務 但他前座位的一位女性旅客突然大便失禁 導致整個機艙尼曼著難民的氣味 一路上他就這樣忍受了下來 這位旅客說當時頭等艙的其他旅客 都有跟他同樣忍受不到的表情 並且希望空服員做些清理工作 而他就向大便失禁的女性旅客說 他不需要再做些什麼動作 不需要清理排泄物 坐在這裡不動就是最好的選擇 另一位女客在Reddit上用展示了下飛機的時候 寄了人員遞給他的一張字條 上面寫著 很抱歉你的頭等飛行 如不如往常愉快 感謝你的理解 我們將送給你一些旅程 頭等艙的錯誤經歷不止是這一次 上個月一架飛往西雅圖聯合航空公司的班機 不得不改到飛往達拉斯 因為一隻寵物狗在頭等艙的過渡上 由奧特蘭文的氣味充斥著整個機艙 飛機改道飛往達拉斯瓦之部機場降落之後 這群人員花了兩個多小時用紙巾清潔地煎 近年年初一位家長聲稱 去年聖誕前一隻他乘坐的達美航空公司的班機 坐隔離的一位旅客在座位上 射覆射不止 人體排斥物隔著庫流出來污染了座位 去年9月一日從亞特蘭大飛往巴塞隆那的達美航空班機 被迫掉頭並且緊急降落 因為機上的一名乘客一直輻射 由共和黨控制的亞利桑那州議會 星期二批准了一項提案 將這個提案從墨西哥偷渡 到美國境內的非法移民或定為犯罪 並且將由亞利桑那選民在今年11月份的大選中 決定是否要授權亞洲執法部門行使執法權 亞利桑那州議會這個提案 是以31票贊成29票反對的票決結果 獲得州議會提案委員會批准 如果這個提案在今年大選中獲得州民的認同和通過 這樣按照該提案將它允許州和地方警察 逮捕那些非法入境的移民 另外這個提案亦授權亞洲法官 遣返有犯罪紀錄的非法移民 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州長海替霍布斯 在今年3月初否決了一項類似的提案 它說州議會的一些極端分子 選擇優先考慮他們的政治議程 而不是尋找真正的解決方案 它還說這項提案將損害亞利桑那州企業 將工作轉移到其他州 同時也令到執法人員更難展開工作 並且破壞該州的預算 它不會保護我們的邊境 星期二由州議會提案委員會討論的提案 繞過民主黨州長的阻撓 成功地在州議會提案委員會 獲得通過投票的時候 雙共和黨人都投了贊成票 雙共民主黨人都投了反對票 該提案的支持者表示 亞洲有必要確保南部邊境的安全 亞利桑那州的選民應該有機會自己決定這個問題 亞洲共和黨眾議員蒂莫西鄧欣說 當聯邦政府失敗的時候 州政府就有必要加入 反對者稱這個提案本身是違憲的 這會導致種族歧視 並且增加數百萬美元的警務費用 而亞利桑那州的城市 縣和州都無法負擔這些費用 移民議題是今年總統大選的焦點之一 共和黨人強調邊境安全的重要性 同時晚批民主黨執政團隊 在邊境安全問題上 萬不敬心的不作為 並不敬心的不作為 所以要來自行判斷的 確認會議 競技股 並不敬心的不作為 有關於是我